醒目一响咱们是即刻开书 从前文书开始咱们这段书进入到了一个热闹的回幕 这可能是围绕着血域佛国这条主线来讲最大的一次战争 那您若定是知道的咱们华夏的西北部历朝历代是不缺乏战争的 数得着的热闹地区 不过这场战争就是咱们要说的大清国的屈准宝藏之战 还有呢紧接着而来的青海管事亲王卢伯藏登京的叛乱 这两场战争啊持续的非常长 并且的战争的结果对中华华夏西北部地区的统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康熙晚年的时候啊 西北的准戈尔韩国就是现在的新疆的南疆北疆地带 准戈尔韩国现在的大韩呢是侧往阿拉布坦 这侧往阿拉布坦呢他这辈子总有一个心愿 就是像拉藏韩一样啊 赚住了达赖喇嘛好号令所有的旧区民众 再不记得也得像他六叔嘎尔丹一样 哎和这个达赖喇嘛有密切的关系 这样呢小小不然呢干点损人不利己的事啊 也没人敢言语 于是呢他向拉藏韩呢索要达赖喇嘛 他想让拉藏韩把达赖喇嘛交给他供养几年 哎没办成人家识破他计谋了 不再如此啊这拉藏韩呢 还废了六世达赖 立了自己的私生子阿旺一夕加措 哎为六世达赖 为了分散这达赖喇嘛在教门当中的一门独大呀 康熙皇帝有办法 哎他把这个教区化成了四份 由四位活佛呀共同职场教区 可说呢这侧往阿拉布坦他不死心 他派出了两支军队 一支军队走西边由大司令敦多部率领 另外三百人的一支死士小队 就要去青海的塔尔斯啊 去绑架着六世达赖喇嘛的准世灵同 这支三百人的死士针对得起大汗 撞上了清军的巡逻队 一个有口供招队的都没有 最后全死在阵前了 那最后呢这大清朝也由此而推断出 这准戈尔韩国正在进攻西藏 虽然没有发兵西藏但是在青海呀四川西安等地呀 也都紧密的布防了 那今天咱们要讲呢就是大准敦多部带领着西路军这六千人马 我看呢很多作者写的文章也好啊书籍也罢呀 都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康熙五十六年 也有说呢是发生在康熙五十五年 为什么这两种说法呢 实际上啊这大色灵敦多部率领着自己的大将托布齐都嘎尔三都克率领着六千精兵 从这伊犁河谷出发的 可是啊到了西藏地区之后已经是转过年来了 那有人说这路有能不好走吗 我们都学过地理上过初中 这西藏啊和新疆的南疆他挨着不就隔着一道昆仑山吗 哎呦不就隔着一道昆仑山 为了给您聊明白这事啊 我还刻意的买了一个绘图的软件 画了几张地图啊给您展示一下 您瞧着您就明白了 要说从这个伊犁河谷啊一直到拉萨 怎么走合适啊 从青海走 从这伊犁河谷出发呀 贴着麒连山的东路 沿着青海湖啊 到塔尔寺准头 一只奔西南 过了唐古拉山口啊 这就算进到藏区了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拉萨 可是不灵 刚咱不是说了吗 派出去三百人到塔尔寺去绑架六世 达赖灵同的这支部队啊 还没到青海湖边上呢 就被这个清军八旗的巡逻队给消灭了 哎这您就明白了吧 这块地区它有清军八旗的住房 不光如此啊 你再往前走啊 那就是何说的韩国 驻青海诸王宫的驻地 那还有人家这个大清朝在这册封的管事王爷呢 那等于说呀 这兵还没到西藏呢 这大战呢就已经打起来 起不到突袭的作用 那这条路走不通啊 那就还有一条 看起来是比较稳图的路线 从伊犁河谷出发走乌孙谷到翻越天山 先到达南疆 到南疆之后啊 这说是啊 这个合着政权 一个穆斯林政权 实际上已然被准干尔韩国实际控制了 那什么叫实际控制啊 哎这一个政权呢 对这地区实际控制 有两大标志 那其一呢就是收税 其二啊就是驻军 哎这准干尔韩国在这边啊 那全做到了 得到补给之后 沿着沙漠的西洋 而就是塔利木盆地啊 到达昆仑山的山口 在翻越常年积雪的克里亚古道 然后就是走阿里奔石泉河 过纲人波旗扎什伦布斯 一直就直到拉萨 那这条路线有什么好处吗 有好处 这条路线看似非常的远 但是它一路上都有人烟 能够得到补给 那您想想啊 咱们一算起来啊 这条路得走年儿八子呢 哎走那么远的路 这六千人呢 带着自己的粮草啊 那不太现实 所以说呢 只能是边走啊 边补给 哎狩猎也好啊 打古草也罢 那说什么叫打古草啊 哎就是抢劫呀 那有人说 哎呦还行这个呢 哎那蒙古人行军呢 那历来就是靠这种形式啊 来补给军队 那么这大侧灵 是走的这条路吗 不是 哎因为大侧灵觉着 这么走啊 容易暴露自己 因为啊 这何处的韩国 在阿里地方啊 设了一个管事的总管 叫做康纪奈 这康纪奈呀 还不是外人 康纪奈呀 是拉藏涵的女婿 即便这战神 大侧灵敦多布 没把这康纪奈放到眼里 但是他偷摸的回拉萨 报信去 你也没拙 那要是这样啊 就得另选一条道路 那这条道路 那听起来就凶险的多了 在这个南北疆地方啊 哎和前边咱们说的路线一样 就是关键在于入葬以后 那前边这条路呢 哎 咱们说啊 现在讲话啊 叫二楼九国道 那路啊 已经是很难走了 这大侧灵敦多布啊 选择的是今天的106国道 对喽 就是穿越枪塘无人区 那这枪塘无人区的可怕在哪啊 是没有人烟得不到补给吗 还不完全于此 这个地方啊 它生态恶劣到 连野生动物都非常的稀少 你想打猎都没有 海拔又高 又是常年动土带 地上也基本上不长什么 据说呀 这216国道 到现在你要走啊 也得签生死状 执意通过 除了任何危险的责任 都是你个人的 那这是现在 几百年以前的这条路 艰难到什么程度啊 说书的我一张嘴给您形容不来 我就告诉您吧 大侧灵敦多布 在南疆得到了充分的补给以后 带着这6000蒙古骑兵进了西藏 在西藏穿过这片枪塘无人区之后啊 这6000蒙古骑兵就只剩下不到3000人了 您可别小看这3000蒙古骑兵 这准干尔骑兵他厉害是呢 就是这3000骑兵在西藏 搅了一个是天翻地覆 那么选择枪塘无人区呢 是大侧灵敦多布啊 这个战术上的安排 那么还有战略上的呢 也早有安排 那你们这6000人 好面的从准干尔韩国 到我们这个和硕特韩国 你们干嘛来了 哎我们是啊 宋姑爷来了 你们这大汗的儿子呀 是我们的俄父 在我们这生活五年了 生俩孩子了 并且我们这公主肚子里呀 又怀孕了 所以我们要把俄父和公主啊 从伊犁河谷给你送回到拉萨 那路上不太平啊 那万一有人谋害了 我们俄父和公主怎么办呀 那他指的不太平是哪呢 现在说呀 这地儿啊叫布丹 这布丹王国呀 和这个和硕特韩国 常年不和 边境摩擦是时常都有 哎你抢了我的商队呀 我图了你的牧场啊 这互相经常发生这种事 所以哎为了这个公主和俄父的安全 我们得派兵护送 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是个屁呀 那他们这次出兵 根本就没带这个俄父 这会儿啊 这俄父 格尔丹丹丹中和这个公主摩托克罗克 这二人带着俩孩子和肚子里怀着这个孩子 还住在伊犁河谷 这些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说说了说了半天了 咱们前后两集了 冲往阿拉布坦拍大测灵敦多布进葬 这目的是什么 对呀 你战争的结果你要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咱们没清楚的解析 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大测灵敦多布也不知道 这战争目的是什么 那主要的目的呢 肯定是要争夺这个教权 控制西藏的教廷 那至于这拉藏韩呢 你要是抵抗呢 是一种处理方法 不抵抗又是一种处理方法 那现在呢 只能是视情况而定 那么说这大测灵敦多布 带着他这三千残兵啊 成功的穿越了枪汤不仁区 这个荷舒特韩国 驻阿里地方的总管嘎伦 就真的不知道吗 能不知道吗 人家也有自己的侦察兵 这康吉奈一看呢 先是吓了一跳 准个二韩国这支天兵啊 就真的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怎么好没样子 就跑到我的后方去了 哎 他是西藏本地人 他打死也不相信 这支部队是从羌汤无人区过来的 万幸这支部队 直接就奔了东奔拉萨方向了 没回过头来打阿里 要是真往他这边来 他还真没有能力抵抗 那现在怎么办 快马飞驰 赶紧往岳父那儿报信去吧 一仗着马好体力强啊 二仗着地力熟 这传令兵还就真跑到 大次灵敦多步前头去了 直奔拉萨 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拉藏函 哎 谁想啊 这拉藏函呢 作为一国之领袖 这会儿啊 哎 算是痴痴迷了眼 猪油蒙了心了 他眨眨眨眼 他琢磨呀 他说不能吧 我姐夫能上门打我吗 哎 您看 这拉藏函和策瓦拉布坦的这两个人 不但是儿女亲家 还是姐夫跟小舅子的关系 哎 他们都是蒙古人 所以他们世代连着阴呢 哎 我可听说了 他们是啊 要把我儿子呀 和我的儿媳妇送回来 还有两个呀 没见面的孙子呢 据说呀 这肚子里还怀着一个 这哪是征伐的部队呀 这分明是醒亲的仪仗队 你瞧把你这康鸡奈吓得慌慌张张的 你就应该呀 杀牛宰羊的款待一下 然后把你大舅哥和大舅嫂啊 哎 好好的送回拉萨来 得着拉藏还一有这个想法啊 整个西藏地方毫无设防 那南征大军呢 到了八月份 长驱直入的就到达了藏北达木住战 那这会儿在北京的康熙皇帝 知道这个心了 康熙皇帝一下子就识破了准干尔汗国的用意 他知道啊 这支部队就是侵略突袭而来 前边绑架六世达赖的准世玲龙不成 现在啊直接对西藏教廷啊 来硬的了 这回啊 不进藏趋准呢 看样子是不行了 这康熙皇帝在这边啊 青海也好 四川也罢 调兵遣将 咱们先暂且不表 咱们接着说 拉藏汗这边 这大侧灵敦多布 把兵驻扎在达木林之后啊 他先没急于去攻打西藏 他先联系了西藏的教廷三大寺 他和这个三大寺的几位主事活佛说 我们可是护教来的 护什么教啊 皇教格鲁派啊 你说你们现在 在这个布达拉宫供养的这位达赖喇嘛 六世达赖喇嘛 咱们都知道他是假的 是这拉藏汗私利他的私生子 我们这次来啊 就是为了 把这贾达赖拉下神坛 镇住拉藏汗 好吧 咱们呀 在塔尔斯 现在供养的这位六世达赖 转世灵童 迎请回拉萨 要说这喇嘛呀 还都挺心眼直的 让这大侧零敦多不啊 三说两说的 还就真信了他的话了 于是这西藏拉萨的三大寺啊 决定里应外合 配合这个南征的准干尔军队 那有人说可能吗 哎 好歹的 这西藏拉萨的三大寺 这也是和射特韩国的属地 你这喇嘛再是出家人 您再是活佛 您也是和射特韩国的子民 这么轻易的 就背叛了祖国吗 那任常言这和射不亲的 他妙亲 怎么着 这外来一支部队 这么一删后 你们就倒阁头墙了呢 哎 说实话 这真是拉藏韩自己作的 他就不应该违背教义 私立自己的私生子 为六世达赖 再有呢 老的六世达赖 苍阳家措 说是老的六世达赖呀 实际上也就是 二十四岁就原济了 死的是不明不白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拉藏韩 在青海湖边上 毒害了苍阳家措 所以说呢 这西藏三大寺的僧人呢 一听说这准盖尔韩国的大将军 打侧灵敦多部千里迢迢 跑来拉萨护叫 那肯定是高兴的 就这样啊 不但是商量好 要里应外合的援助这支侵略军 并且鼓励这个拉萨地方的年轻人 加入准盖尔军队 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呀 只有三千来人准盖尔侵略军呢 到后来仍然能控制住 整个西藏地方的局面 那这会儿的拉藏韩呢 还傻不错的呢 他还等着要抱抱孙子 看看儿媳妇 准备享受天伦之乐呢 他可没想到 这杀身之祸是就在 眼前 接着啊 这杀身之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